这是我见过最强的女性荒野求生者 竟在北极与山猫对视起来 这个女人叫尼基 此次参加荒野独居 唯一的目标就是拿走50万美金 尼基被节目组投送到目的地后 首先的任务就是 找到一个安全地方建造庇护所 终于尼基找到一处平坦空旷的地方 接下来他需要尽快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因为这里即将迎来一场暴风雪 此时尼基突然发现了一种牛肝军 但遗憾的是牛肝军已经被老鼠啃食了 上面留下了很多老鼠屎 直接使用可能会中毒 于是尼基把外面的部分切掉 毕竟在北极荒野生存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就在这时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嘀吼 尼基立即起身看去 原来是一只山猫正虎视眈眈的看着它 可能山猫觉得尼基不好对付 于是对视了两眼就离开了 尼基此时表示很遗憾 山猫如果不是保护动物 很可能会是一道美味的菜 不过还好的是有山猫出没 肯定会有兔子的出现 毕竟兔子是山猫最爱的食物 尼基赶紧跟了上去看看 我们下期见吧